第二個 我想說就是大家今天來聽的很多目的 剛才大家來聽 我們市面做一下宣傳 也讓大家瞭解一下科系的選擇很重要 我大學是念數學系的 他就問我 你們很後悔念數學系 其實說後悔 也是很後悔 同學你們知不知道 數學系很少四年畢業的 你知道嗎? 我大學就是念了五年才畢業 我五年畢業之後 這次五年真的是過得辛苦得不得了 就讓你們打聽一下 很多學校統計、印術系都是很難畢業的 我們學校也有一幾個系是很難畢業的 你們可以稍微打聽一下 數學要求高升很高的 通常都比較難畢業 所以你們先把科系選擇好 就是非常非常重要 好 製作電子化的備審資料看起來很繁雜跟複雜 但是核心的概念就只有一個 什麼概念呢? 所有的備審資料它的目的就是什麼? 它就是你跟老師溝通的唯一機會 對不對? 所以你要選擇什麼來告訴別人 我覺得這很重要 你要知道 我常常跟很多學生 他們在做面談的時候 面對面 我請他做自我介紹 講了三分鐘 我都還不知道他的重點在哪裡 比如說我有一個爸爸 有一個媽媽 難道別人沒有嗎? 我家裡有一隻狗 兩條貓 我還喜歡養倉鼠 這個跟我有什麼關係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所以你知道 很多人講了三分鐘 我不知道他在跟我溝通什麼東西 你懂意思吧? 所以基本上 他就是一個溝通的媒介 所以說你要有效溝通的時候 最重要的就是在於說 你要知道說 你要傳遞什麼樣的訊息給你的聽眾 我跟你講 重點其實就在這裡 不管其他東西都是核心的idea 就是在這裡 那同時我要跟大家再講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我們要傳遞 我們要傳遞訊息的時候 你看這是我們講 我們這是一個sender 對不對 我們要送message到一個什麼 我們叫receiver 叫接收者 這是要送信號給別人 你送信號給我就聽得到嗎? 我跟你講 還有很多什麼東西你知道嗎? 還有很多的雜音 還有很多的雜音 什麼叫雜音呢? 因為我要看 我要看多少份的資料 你懂意思嗎? 對不對? 我要看多少份的資料 所以你光想你就知道 如果你今天你要做一個廣告 廣告的目的是要告訴別人說 我的品牌東西有多好 那請問你 我想你們大家都有看廣告的經驗 你們看到廣告的時候 你們是立刻進入那種休眠模式 還是立刻轉台 你懂意思嗎? 那有些人 開開的字我就要三分鐘 我大概三分鐘我就要進入休眠模式 我一直在一直點頭 我是吃上我是休眠 你懂意思嗎? 因為我覺得很累 因為已經聽了十個 二十個 三十個人了 結果你還在跟我講 那種完全不相干 我不想聽的東西 我就進入休眠模式 對不對? 所以我說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很多雜音 更何況你要知道 我們這個Receiver 同時有將近什麼? 一百個 可能有連一千個 同時在傳遞相同的訊息給 這一個Receiver 他怎麼會好好的聽到你的聲音呢? 對不對? 所以我們稱這個叫什麼? 其實我們在這個世界裡 雜音水準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如何讓別人很快的抓到他想聽的重點 或者是你要傳遞的重點 所有的訊息都必須要非常有效力的 先打包然後傳動出去 很清楚 一次出去 這是一個電子畫面的資料一個核心 對不對? 那被人資料做不重要 很多人就說 我乾脆去考好一點就好了 被人資料做不重要 被人資料做不重要 其實還是很重要 因為你要知道 我們自己根據我們過去的經驗 兩個名次之間的平均的分數只差0.15分 那被人資料如果差1分的話 被人資料佔90低的15分 那這樣也就是0.15分 也就差了一個名額 對不對? 比如說很多的戲 比如說我們去玩戲 我們在三 我們的語文類組 我們也有招人 我們就招三個人 對不對? 我們就三個人 對不對? 是不是? 三個人 對不對? 你差了1分 被人資料差了1分 你可能就怎麼樣? 就差了1分 你懂得是嗎?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大家必須要去理解 對不對? 大家必須要去理解 所以說我覺得 學生成績跟口試都很優秀 那也許被人資料稍微差點沒有關係 但是我覺得被人資料 還是一個中華的溝通和管道 所以大家還是要非常地注意這一塊 那我想我們現在開始都 示範了網路上傳資料 所以我們的助理 比如說三倍 他就會把所有資料印下來給老師們看 對不對? 中華的資料印下來給老師看 所以就厚厚一大跌 你懂我意思嗎? 對不對? 同樣這一大跌的資料 憑良心說 老師們要把所有的東西都看完 我覺得要很有良心 對不對? 你懂我意思嗎? 對不對? 那倒不如你有良心的老師都怎麼做呢? 我們會很快看一下這個人 他幾個最主要的總表 我們先看這幾個最主要的總表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你要讓大家覺得說 這個學生是有必要讓我花時間去了解他的 你懂我意思嗎? 你知道像我自己本身 以前我在改研究所入學考試的時候 我給你講一個經驗 我在改研究所入學考試的時候 我們要錄取三十個學生 可是如果有三百個學生來考試的時候 你會說我學生的認識考試都正在考呢? 還是我就先挑個六十分 我覺得比較有希望的考生 我再來慢慢看看 我一定是選擇後者 我不會花每個一樣的心理在每個考卷上 因為有些考卷 兩個大題都沒寫 那這種學生根本就不可能 進入最後六十名的時候 我何必要花時間去認真改他呢? 對不對? 當然我現在講到有點老實偷懶 對不起 因為我們只要那三十個學生 對不對? 所以我們基本上就會挑出 那三十個我們覺得怎麼樣? 最有希望的 或者是Double 六十個最有希望的學生 我們來好好的看 好好的努力 大家知道 所以其實同學你們以後不只在考這個考試 以後還有考研究所考試 考很多工業機關考試 類似的經驗都反覆成出不求 因為對於一個審查者而言 他只會把他的精力放在他們覺得 有希望的候選人身上 而且這個候選人 他可能只是擴大一個一倍 或者是兩倍 這樣子來看就行了 但是他不可能給每個人有相同的時間機會 這個很殘酷 可是沒有辦法 這是一個工業化的效率社會 所以必然發展的過程就是如此 對不對 各位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所以我想很多貝史之鑰的製作這個東西 本身你一定要去了解它 比如說像我們項目類別 制術限制等等的 要符合它的規則跟規範 我想我就不用多說了 你要很仔細的去閱讀它所有的上傳的資料 怎麼樣去操作等等 你要把它完成 我想我們這個合併的答案範例 操作的過程 我想我就不說了 我主要是希望讓你們去了解說 要哪些東西本身才是我們真正重要的東西 好 我想談一下交戰守則 我覺得我剛講 評審 備審資料是你跟評審的溝通工具 所以首先你的這個美編 當然是相當的重要 像我們自己本身就跟我們看很多東西 雖然說我們都覺得說 你知道像很多的老師其實是有偏好的 我們在改考卷的時候 看到這個考卷他寫得很乾淨 字寫得很整齊 漂亮 我覺得這個學人至少比較有誠意吧 對不對 然後他還寫著寫的字跟鬼畫符一樣 看到他不在寫什麼字了對不對 你自己覺得說我會對誰欺負沒讀印象 這會差到十分以上 你相不相信 即便你都寫的都差不多一樣的東西 是不是這樣 對不起 所有人都一樣如此 我以前我被開 我被拼搏在那邊罵 這個學生寫了個字 讓我看不懂對不對 說我的分數一定會讓你也看不懂 你懂是嗎 我給的分數你也一定會看不懂 我給的分數是什麼分數 對不對 是這樣子嘛 因為根本就不想在寫什麼嘛 對不對 所以說每次論每邊呈現你的這個外貌 非常非常重要 內容就是來呈現你重要的這個內涵 所以說你要告訴你的評審委員 你非常優秀 不只優秀 而且你還非常的適合 我為什麼這麼講 我再跟你講一個我寄管系的例子 我們寄管系之前每年對我寄管一些學生 我們二年級之後我們常會輔導他轉系 什麼系 你知道嗎 我們有些人像生障或肢障的同學 我們會輔導他轉系 其他我們覺得念資管系 重系可能對他可能會更適合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寄管系其實滿強調 可能也跟我們同學很多都是做採購 做國際業務 做行銷人員 對不對 我們覺得如果說你本身有這樣子的一個 情況的條件 也許你的經驗資管 某個專業技能的科部會比念資管來得更合適 所以我剛剛講你不但很優秀 而且你的各種身心 各方面的興趣都跟這個科系斯相吻合的 我覺得這是滿重要的事情 你知道嗎 所以我說 溝通人員的就是說 你要釋放這邊的訊息 你們要想 沒有加分效果的資料不放 我剛剛講 我有一個爸爸 有一個媽媽 對你有加分嗎 大家不是都這樣 對不對 是不是 我家裡有一隻狗 有加分嗎 沒有 我們又不是送醫系 對不對 是不是 讓你對動物很有興趣 是不是 我對這個科學講 沒有加分效果的你不要放 因為所有的這些receiver 他的雜意不但很多 還有什麼東西 叫資訊過度負債的問題 我聽了這麼多資訊 每個都說他很優秀 但是優秀到底是真的假的 我也不知道 對不對 看多了之後 簡單講 人都麻痺了 對不對 人都麻痺了 所以說 你要放一些 比較具體而性而有爭 而且有可比性的東西 這對我們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什麼叫可比性的資訊 我給大家看一下 比如說你看 我先講一下 很多的系的學校 他們都會把他們的重點 放在什麼呢 他們的加權分數上 看到沒有 比如說你科到氣管系 我們要撐以三 為什麼 我怕一個真的成都英文太差了的進來 以後閉不了業 每年都在那邊 大五大六當醫學院念氣管系 對不對 我們也很傷腦驚難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也希望找到一個什麼 英文好的同學 所以說 你可以注意到 當我們這個乘以三 就代表說 我們這個系 非常強調什麼 英文能力 所以你最好有很好的什麼 英文能力 或者英文的potential 你懂得意思嗎 這就非常重要 比如說你有沒有海外的經驗 海外演習的經驗 等等 還有各種獲獎 表現的資料 跟他都一樣 我給你看一下 比如說這個人 我不曉得你們真的有這麼厲害的人 對不對 你看 多一 托福 970分 有沒有 如果乘以三 你看他希望你這麼強調 這個分數 英文分數 有人考970分 那我們這種人 他成績再差我們一定錄取他 你懂得意思嗎 對不對 因為他符合我們的需求跟需要 我們會不會有個錄取生的學生 這樣知道嗎 所以你們要去看一看 有些戲 像比我們公館戲 他很強調數學 所以數學好的 對不起 他就很喜歡數學好的同學 對不對 寧願破個錄取 你要數學好的同學 這就是我們講的 其實各個戲 他對於他們的自己本身 好好的 同學你們要看這個人 我們不要開玩笑 剛剛說這是虛擬人物 其實不是 這是真實存在的一個人 這個人是抖六加傷的學生 你們有沒有在座抖六加傷的 有沒有 因為像他這麼厲害 你九百六十五啊 那也很厲害啊 對不對 九百六十五嘛 好猛喔 對不對 這個是一個 這個是一個那個 英英科 你們那個抖六加傷英外 英文英文科的一個同學 他姓楊 剛剛是我們 剛剛是我們氣壞系一個老師的兒子 所以他那年是 好像是 好像是榜首還是什麼 反正後來就排隊 那個英文英語系 大概是這樣吧 英外系 他的英文非常非常好 因為他在海外待過 因為他爸爸到海外念書的時候 是把他待在在美國住過 所以英文這樣非常好 所以比較特殊的人數經驗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跟他講一下 你看 他自己在語言各方的表現 你看這樣一張簡單的自傳 就把你的 欸 我們的技術跟需要 立個在一起 所以我跟妳講 這很重要為什麼 而且這種 這種 這種的這種分數 它有可比性 很多老師都會喜歡什麼 有可比性的資料 因為我們要把所有的人 排序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依靠一些 很明確的什麼標準 我們才可以在我們心目中 產生一個 排序的順位 對不對 所以同學跟妳講 英文或者全民音檢的這個分數 它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你們來全民音檢資料 就非常非常重要 把它放上去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東西 好 你看 這就是我們講的 對不對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在寫這個東西 對不對 你看 007 你看 這包括什麼呢 包括我剛講 你的這個 包括你的這個自傳履歷 你把你履歷表放到裡面去 學校參與及社團幹部 你知道我們氣管系 還很強調什麼 你有沒有社團經驗 所以你要知道 很多人受到美國的那個影響 說美國人很強調社團經驗 所以我們社團經驗要很豐富 其實也未必 同學 因為在很多的學校 很多的科系裡面 只有少數的科系是強調社團經驗 比如說氣管系 像公管 資管 他們其實未必那麼強調社團經驗 跟你有沒有當做什麼幹部 那我會對這個科系來講 其實是用處不大的 為什麼我們氣管系很強調社團經驗 因為我們氣管系認為說 你以後 你可能是一個組織裡面的什麼呢 一個組織裡面的coordinate 協調者 整合者 所以你需要有好的社團經驗 那社團經驗 絕對不是跟你講說 我講的領導領能力 不是說我當過什麼長 叫做領導能力 你懂意思嗎 做得兩回事 領導能力是什麼意思呢 我能不能夠從無道理 推動一件事情 說服別人 大家來搞一個什麼東西 然後把它搞成了 這個叫做領導力 如果我只是當班級 當過某某幹部 那個能夠證明什麼領導力 其實那個有決定 你會必是能夠證明什麼領導力 所以我們要講 比如說我領導 我某某某社團 參加什麼什麼什麼 幾賽競賽 什麼什麼得到 我們付出多少努力 得到什麼 達到什麼樣的目標 這個我們叫領導力 這樣知道 這反正有點差別 那另外就是什麼 盡三獲獎的這個證照 只要是有公信力的盡三獲獎證照 這個都是有用 而且是非常有用的這個東西 我想有公信力的那種 機構發的東西 像有些私校 學生每個來都一大堆獎狀 不管什麼 賴七八糟的 最後一堆獎狀 但在獎狀 我們覺得那個沒有公信力的獎狀 其實是沒什麼用的 要知道 我就是很殘忍 不過我們都知道 獎狀是自己可以硬的 對不對 我們在獎狀的